母親節快樂 母親節快樂 就是上班之餘還會載我去上課啊 然後煮飯給我吃之類的 然後也是多打了蠻多份工 平常也是還蠻怪的啦 只是說這裡頭也很調皮 心願就是希望兒子以後長大就乖乖聽話 這樣就是很好了 對 這幾個小孩 三個 還有兩個在那邊 希望小孩今天長大 然後他爸爸趕快好起來 基隆市長林又昌跟夫人吳秋英 共同來參與這個溫馨的活動 表揚各區以及新住民原住民 模範母親 還有家福中心所推薦的自強母親等等 上台赤賀並且歡喜合影 現場是貴賓雲集 包括副議長林沛祥 社會處長吳挺峰以及多位議員 社會賢達 共同來祝賀母親節快樂 場面相當的溫馨感人 在這個手冊裡面都有非常動人感人的這些偉大的事蹟 跟這些故事 那都是我們值得學習的一個榜樣 那我們今天表揚的大會 最主要在肯定母岸無私無我的一個奉獻 更生存的一個意義 是希望能夠召喚社會大眾 要有感恩 反腐之心 跟他們說聲謝謝 跟他們說聲辛苦 為了什麼 為了希望把我們這個中華文化也好 我們今天的一個表揚大會 那在這邊也要祝所有天下 我們全金融市所有的母親 祝大家都永遠健康 青春美麗 母親節快樂 那你是不是現在太太嗎 這個放開心裡面就好了 母親節快樂 好 謝謝 母親節快樂 謝謝 母親節快樂 記者黃潤生採訪報導